做我们读的这一个经文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 今天为我们正道的师体 Anthony 今天欢迎他 我们欢迎你 有请 谢谢 谢谢Jordan 还有谢谢Anmond 还有刚才为我们读经 也要谢谢 敬拜赞美团 我觉得真的是 上帝是很奇妙的 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 都不需要 不需要特别的去讨论 我觉得特别是敬拜团 都不需要特别去讨论 说这个礼拜要配合 讲到什么主题 都要选什么歌 他们很自然而然的 上帝就带领他们去选了两首 我觉得非常吻合 今天我要分享的 那个主题信息 所以我也想要谢谢 我们的敬拜赞美团 好不好 这个时候我也想欢迎大家 可以的话 你们把那个视频给 就是打开 之后跟他们拍个手 之后就是谢谢 谢谢这些服饰的人 Edmond 我们的MC 还有我们的 讲到的 奇怪的是 为什么我一直看着Jordan 是那个Main Screen 是不是有人 highlight了他 可能要大概调一下 我不知道是谁可以调 因为我一直看着Jordan 是最大的那个camera 可能稍微调一下 OK 谢谢 谢谢他们 真的谢谢你们每个人 现在我们在 从5月开始到现在 我们Zoom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也谢谢大家 能够继续的 每个星期天 都留着这个时间 一起的来敬拜 我知道今天好像有新朋友 是吗 我就是 今天好像是一个新朋友 我们想要就欢迎一下新朋友 我不知道是谁 因为没有 我不知道名字 但是就如果今天有 是第一次来的 也要非常的欢迎你 加入我们 这个主日崇拜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主题信息 与基督一同活着 英文呢 我想要用 Stay Alive with Christ Share Screen 让你们 确保你们能够看到 等一下 不容易操控的东西 好 能够看得到吗 就是 Full Screen的那个 OK 好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主题信息 是与基督一同活着 我们在 想到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不晓得大家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认识了耶稣 然后你是什么时候 接触到了这个信仰 然后认识了耶稣 然后也接受耶稣基督 作为你的生命的主 那像我是二十几年 就快三十年 之后 当然这边还有很多不同 可能很新 或者是也有一段时间 有一些人是来到 JSKL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有些人是之前就已经认识的 那在这短段时间 我们怎么样来让我们 一直的不断的去提醒我们自己 或者是去有一个我们讲 就是把脉 就是post check 去了解说我们现在与基督 一同生活一起 活在一起的那一个状态 是怎么样的 特别是现在这个情况 COVID-19 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特别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继续的活着 今天我们等一下在 讲到结束之前 我们会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我们想要特别的为不同的人 为着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一起的来祷告 那今天我们一起的来做 这个post check 就是来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现在与基督一同 共存 一同一同生 这个生命里面有基督的状态 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到刚才 Edmond为我们读的这个 罗马书六章一到二十三节 前面我们慢慢的去理解它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因性称义在保罗的罗马书里面呢 指的是恩典这一回事 那在之前前几次分享信息的时候 我们就有说到 我们新的一个 全新的一个principle 一个concept去解释 因性称义的这一回事 是指恩典 这个恩典呢 是一份礼物 这个礼物是耶稣赐给我们的 是神赐给我们的 是什么时候赐给我们的呢 是当我们在我们行走这个基督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在生命的这个路过程的时候 我们所经历看到的恩典 看到一些我们没有想到 但是祝福到我们生命的一些神迹启示 有些东西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这些我们都把它看为恩典 那有了恩典以后呢 信徒就像保罗在讨论的时候呢 保罗就回应了这些事情 是不是说既然这个恩典是一份礼物 It's like you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 你不需要做 感觉上好像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就可以收到这份礼物 那我是不是可以继续说 就这样子活着呢 就这边特别还很很直接的关道说 我是不是可以继续的活在罪恶当中 来使到这个恩典能够更多的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呢 那第二节的时候保罗就非常的肯定回应说 断乎不可 这个不是他的意思 他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恩典 不能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一份礼物 而放纵了我们自己 放纵呢这里有一个解释 是说懒惰 放纵包括懒惰 包括失去控制 没有自制的能力 肢体们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说 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上 会出现一些比较懒散的一些状态 特别是我们一直困在家里面 或者是我们会出现一些失去控制的一些部分 例如说特别是当我们在生活上工作也好 感情也好 生活习惯也好 我们都在特别某些事情是 我们已经逐渐的失去了那个控制 还有那个节制的那个能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会被形容成这些欲呢 这些欲望啊 或者是这些放纵的事物 或者是人 已经渐渐的成为了你的主人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里保罗因为已经提醒了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这边我要向一些可能看不懂中文的人 抱歉 因为那个经节很长 所以我塞不进英文 你们可以看你的手机的apps来读一下那个经节 我们去看第六节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是与耶稣 他就是耶稣同钉十字架 使这个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苦人 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说 我们相信当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呢 就是以他一同埋葬一起死 这个埋葬的意思不是说 把我们自己杀掉 我们每个人都懂 是指把一些过去的我们 一些过去式的事情都要死去 就是完全的淘汰 完全的eliminate from我们的生命 而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 我们进入的这个新的生命模式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全新的我们 那当我们经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呢 我们就已经不再是罪的苦人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要再开始去想说 什么叫罪的苦人 我们不做罪的苦人 是什么意思呢 在苦人这里呢 我们可能会想到 slave或者是你讲到mate 其实我们往生活化一点的 那个状态去解释来讲说 就是有一样东西 有一个人 他在指示你做一些事情 someone is instructing you to do something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事物 正在影响你在做选择的时候 有人在影响 有一些事情 他影响了你怎么样回应 怎么样活 怎么样做 怎么样讲 或者是甚至怎么样想 怎么样决定 这些情况我们慢慢去往生活化 比较实际的层面 去慢慢想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想说 我们有没有不察觉 自己已经逐渐的变成了 某些事物的苦人 我们不再是完全有控制的 那个掌权的那一个主人 我们在上了内在成长课程的时候啊 或者是在上 捧场牧师一些工作坊的时候 我们都会被提醒到说 我们不能成为我们情绪的苦人 应该我们是情绪的主人 或者是一些人感情 或者是工作 我们不能成为他的苦人 而是我们是中间的 我们是那个有自主权的那一个统子 在讲到这个罪的过程 我们可能讲个一个礼拜 每天讲八个小时 都讲不完到底什么是罪 肢体们 今天我想要大家能够跳出来一点 我们去想一想说 到底罪这一回事 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怎么一回事 我想要你们跳出来的原因是 我们不要只是单单去看对或错 或者是去看law 一些律法的事情啊 或者是人们所想到的一些 基本对罪的一些概念 我们想要想的是这个层面 是神不喜悦的事 或者是任何事物 使我们远离神的 今天我们用这个角度 来看待罪这一个事情 不是要把它温柔化 而是更贴切的去审查 或者去衡量说 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 在哪一个点上 不喜悦的事情呢 有什么 就是伤害自己的事情啊 肢体们在今天的我们 有什么时候我们做了一些 很委屈自己 或者是伤害到自己的事情呢 特别是在感情上啊 工作上啊 或者是在某个 你觉得没有的选择的情况下 做了一些违背良心 或者是可能让你自己 很不舒服的这些事情 上帝的不喜悦 不单只是说不开心 而是上帝会也替你感到 难过的这些事情 使我们远离神 当我们成为一些欲望 或者是成为一些不属 不源自于神的事情的 的仆人的时候呢 逐渐呢 我们就会被这些人事物 给被驾驭 当我们被驾驭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逐渐的远离了神 Chris我是有看着你啊 如果太快的话 你让我 叫我停下来一下 OK 我会放慢 你还在帮我翻译英文 今天我们在想说 当我们已经跟神 有这一份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是要 好好的不断的每一天 在透过灵修祷告 或者是思想反思的时候 去真正的去想一想 去感受一下 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 是远离的 还是靠近的 这是我们今天 所要注重的这个点 因为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活着 而这个罪呢 不是让我们 觉得很喘不过气的一件事情 而是帮助我们去想说 我们怎么样可以 做出一些 我们自己也喜悦 而神也喜悦的一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 这些举止 都能够使我们跟神的关系 拉得非常的靠近 我们继续来看 第七节到第十三节 在这里呢 我们在想说 跟神 或与基督一同同死 之后又同活 复活的 这一个的信心 是非常的强大的 与主一同复活的信息 我们看第八到第十节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 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 他死是像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活着是像神活着 这里要讲的事情 是说我们的主 是战胜了死亡的一个神 就是说当时候在那个时代 所发生的这些政治的这些 逼迫了 钉死了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基督是战胜这一切 这一切黑暗的非常不公义的事情 这些不公义的事情 在当下 在今天 今时今日 依然还在发生 但是我们非常的有信心 是为什么呢 当初 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一个 这样子的政治的这个情况下 而战胜死亡而复活 所以我们当我们 基督一同死 一同埋葬 一同复活的时候呢 这个信心是 活生生的已经体现出来了 而在这里呢 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 这个自由呢 包括了我们没有愧疚 没有逼迫 没有伤痛 没有捆绑 今天我们来想一个新的 自由去解释它的时候 自由是 你可以有选择 自由是 你不是在求生存的模式 过每一分每一秒 这个我要讲了一次 自由是 你不是在求生存的模式下 过每一分每一秒 什么叫求生存呢 求生存就是 你不是那个主人 求生存 是没有一知性的 求生存让人 求生存往往会让人不开心的 我不能讲完全 那求生存往往是让人不开心的 你会跟Anthony讲说 你会回应我讲说 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这样子 对 这世界的运作呢 整个系统 我说这世界整个系统 已经逐渐的进入了 这个求生存的模式 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才能够有一些东西 我们已经出现了在这种 世界已经进入的一个求生存的模式 但是你我他 我们都可以选择 不要玩这个游戏 我不能讲完全 但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conscious 有这样子的一个 mindfulness 去想说 我们不要玩这个游戏 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不要那么 神性化到一种 觉得说 you know like so call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 别的基督徒说 我不绝恋这个世界了 我绝恋的是死以后上天堂 sorry 这不是我们的start 我们在乎的是 现在当下 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我们有肉体 有灵魂 的时候 我们所在意的是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自由 当人继续留在这个世界 活着的时候 依然有生命器材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乎的是 我们内在的改变 我们内在的状态 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说 当人不要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所以就回到了刚才 我一开始就说了 我们的生命是有自由的 有自由的生命 是有的做选择的 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 这里在讲说 得以诚意的生命 是大有能力的 非常的powerful 我们来看第十七到第十八节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 虽然做罪的奴仆 但是说 以前 现今却从心里 顺服了所给你传 给你们传讲道理的 就是耶稣基督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做了义的仆人 做义的仆人是什么意思呢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I'm moving from I'm changing my master 我是说 我要从slave 换去另外一个做slave 断然不是 这里不是在讲这个意思 而是说 当我们的生命 我们欢迎接受了耶稣基督 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呢 这个顺服 不是没有了自己 而是与神 共融 我们常常会 很多时候出现一种状态 想说 当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是不是没有的选 耶稣基督叫我去读神学 我就要去读 耶稣基督叫我去哪里那里 我就要去 耶稣基督叫我去一个 三卡拉的地方 我就要去 耶稣基督叫我做这个 我就要做这个 或者是牧师叫我做这个 我就要做这个 我跟你讲 我们接下来很现实的 我们还是会出现很多时候 不要就是不要 开玩笑 当我们有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呢 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要我们失去自己 我们背起十字架行走这个路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这个部分还是非常的 存在的 它是占有一个空间 但这个空间呢 已经跟主一起共融了 一起合在一起 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你要形容它是你的 什么样的关系都可以 这个关系呢 是很特别的 那这里呢 我要非常的 着重说 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 他是很在意你怎么想的 耶稣很care how you feel how you think 耶稣基督是跟 每一个人都有着一个 很独一无二的关系的 这是真的 如果你常常听到 就是 我有时候你听到一些 信徒跟你讲说 我是完全没有了自己 然后我去跟随耶稣基督 看他怎么样解释 但是我觉得说 我自己很主观的去想说 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宗教 告诉你信任这个教室 你没有了自己 或者是不应该有自己的部分 我觉得是很恐怖的 你不觉得吗 如果一个宗教让你没有了自己 不care你痛不痛 不care你肉身 痛不痛不care你的思想 不care你的情绪 这个宗教是很恐怖的 是吗 你们会觉得吗 如果是的话 你可以给任何的反应 post在那个comment box上面也好 留言区 因为在这个关系上 其实我们是跟神一起做决定的 任何事情都好 职业上 服事 去读书也好 感情上 家人关系 很多在做选择的 我们广东话讲 两三高差别的时候 人生较差别的时候 我们是跟耶稣基督一起做决定 他跟couple relationship是很像的 当你跟你的 你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时候 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我们都明白说 最一致性的都是 互相讨论 互相做决定 对不对 不一样的点是在于 你如何辨别 主耶稣基督的声音 你如何辨别说上帝要你 做的事情是什么 上帝给你的路 给你的选择是什么 如何辨别这些声音 如何凭信心去跟从 当你的想法跟主的想法 不一样的时候 怎么样凭着信心去 顺服去做 进入这个tunner 这个地下隧道 所以在这里我们 要明白的是说 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 千万不要觉得说 你没有了选择 这个心态 我们要从今天开始 真正的去改过来 或者是去检讨 因为上帝 当然越南是一回事 越南那个故事 我们都懂被大鱼吞掉 那个感觉真是 好像很extreme一下 但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现在在这个年代 我们现今的我们基督徒 我们真的去想一想 跟神一同活着的生命里面 我们是有选择的 我们还是可以跟神一同选择的 特别在这个信仰里面 因为我们是自由的 跟神一起的来共融 所以我们进到第21到23节 永神的盼望是从神而来的 这里保罗再次的提醒人说 当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从基督得到的这个恩典 这个礼物 以基督一同复活 把过去世都埋葬 都抛开的时候 这个盼望是永生的 这个信心是永远存活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说 因为 如果你看第23节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的时候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结束基督里面 乃是永生 这里的罪其实 他不是在想说 你做错了什么事情 不想说 你要判死刑 我们今天也不讲这个 我们跳出来 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罪这方面 是神不喜业的事情 跟使我们远离神的任何的人事物 这里的死 我们要讲的是 失去了你的生命 你没有了自己 或者是你永远都活在 不快乐的情况下 你每天醒来 你就觉得 你用来 马来西亚 还有希望吗 你活起来 觉得睡醒来 觉得说 我今天要怎么过 我还是没有息的 我开始觉得 这世界上 没有一样东西是好的 甚至开始觉得 我自己也是不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逐渐的 已经进入了 这个罪的苦人 我们已经开始 失去了我们的生命 这是我们今天 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而我们讲说 永生的盼望 是从神来的时候 你相信吗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心里的委屈 神是知道的 我们心里有一些 说不出的苦 说不出的委屈 说不出的痛 神是完全知道的 我们可以透过祷告 跟神讲 但今天我们 与基督一同活着的时候呢 你的门口 Amy的门口已经打开了 这门口已经打开了 你要不要过去 你要不要欢迎 耶稣基督 你要不要主动的去 让这件事情 让这个共融的关系 重新住在一起 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 我们每一天 与主一同活着 就是最美好的见证 每一天我们醒来 我们祷告 每一天醒来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生命中活着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有主 参与在当中 这么美好的生命 就是一个最 perfect的一个见证 我相信大家的心里面 开始都会想到了 很多不同的想法 很多不同的感受 很多feeling会走出来 我们花一点时间来 给自己一点的时间去 跟神有一个连接的 这个状态 一个时间 我们一起来做一些祷告 而这个祷告呢 我会带领大家一起 我很想邀请大家 这个时候其实我会 播一些音乐 我想大家能够可以的话 你方便的话 你打开你的视频 因为这样我可以看到 你的状态 我们一起来做一些祷告 好不好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视频 大家等我一下 我希望大家可以的话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如果祷告,才表达出我们现在的态心,或者是我们的心情感 我知道现在有人在说自己可以痊愈,因为感染了很多 好,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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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已经看到我们的祷告事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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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你 在这个严峻的疫情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还有生命气息 一起来敬拜 让我祷告说奇迹要发生 我祷告说 医治平安要发生 我们祷告说 更临安慰的工作要发生 我们祷告说 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 继续的复合 继续的共荣 我们祷告说 这里的每一个人有平安 我们祷告说 这里的每一个人有盼望 我们祷告说 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活着 我们祷告说 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主你的喜乐 在我们生命中运行 我们祷告说 我们在这个时候 有被安慰 我们祷告说 我们的委屈 能够被听见 被明白 我们祷告说 我们要开心 我们祷告说 我们要强壮 我们祷告说 我们有你 有自己们的陪伴 在这里 如果你想要跟神 有这一段 非常美好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练 主啊 我欢迎你 主啊 我接受你 我要你 进入我的生命 与我共荣 我相信主耶稣基督 会带给我 丰盛的生命 谢谢主耶稣 谢谢你 我们的祷告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说 明镜